大学预科班固打之一直引人诟病 让许多优秀的非土著学子没有机会升学 毗里州安顺就有一名优医生 在大马教育文凭SBM考试当中 考获8个A的佳季 但是却无法进入预科班就读 就算两次上诉也宣告失败 让他的医生梦破碎 更对国内的教育体制失望透顶 来自单亲家庭的赵文辉 去年在SBM考试中考获8A、2B的优异成绩 原本想进入大学预科班就读 但被拒于门外 他今天在单亲妈妈和阿姨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表示 第一次被拒绝时 他很伤心失望 也很生气 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如此无情 后来尝试上诉两次也失败 让他深感失望 认为我国根本没有所谓的新马来西亚 过后第三次看到的时候 已经不是没有希望了 我已经是绝望了 对这个马来西亚 可是没有办法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怎样都要在马来西亚省存 据了解 市主在学术方面获得90分满分 课外活动成绩也不错 总分数是98.29分 是上诉名单中得分最高的 但他就是不明白 为何没有机会就读大学预科班 市主的妈妈说 三次被拒绝 对孩子的打击真的很大 虽然孩子总在他的面前故作坚强 实际上是几乎崩溃 因为我看到我的孩子真的很努力去把这个学习过程 真的很努力 他为了把成绩考好 他半夜都爬起来 马清霹雳州团长胡伟豪也抨击政府 在增加大学预科班学位后 却保留9比1的固打制 对非土著优秀生不公平 也无法解决僧多州少的问题 接下来霹雳州马清将协助市主和其他被拒绝的优秀生再上诉 如果还是不成功 只好转向本地私立大专和海外大学 申请奖学金或学费优惠